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镜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这一年我经历了很多的拍摄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获得每一次拍摄带给我的不只是妆容上的更好看 更多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这一年也是我做女装模特的第一年 那些一真正的画面一起组成了我的2021 从鹤鹤鸣湖第一次的女装外出 到变装剧本中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演员梦 在喧闹的广场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女装街拍 而在星巴克也为自己点了一杯咖啡 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在这一年里我邂逅了不一样的自己 慢慢的女装成了我的一种常态 好在这也算我比较喜欢的事情 喜欢女装的多变 喜欢化妆后的精致 喜欢blingbling的点缀 也喜欢穿着女装走在街上的真实感和自由感 这一年女装拍摄成了我的年度关键词 不管是精致的女装还是简单的日常 我都想记录下来 因为那些年不一样的自己会成为曾经散漫的自己 回忆始终是美好的 不管2021也经历了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要翻篇了 垃圾 ं System das 坚持热爱 一起奔赴下一场蜕变吧